美股波和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 我是美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今天是2022年1月10日 星期一 美头军和学姐为各位看官 筛选出了下面这三件 最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的市场大事 第一条新闻 高盛预测今年将价息四次 市场再度陷入恐慌 第二条新闻 零售业遭受Omicron重击 Lululemon带头发出警告 第三条新闻 Moderna疫苗出了一号 股价大涨9% 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 简单的市场回顾 近日股价低开高走 大幅震荡 纳指更是逆转了2%的跌幅 三大股指中 道琴斯指数下跌了163点 跌幅为0.45% 纳斯达克指数微涨了7点 涨幅为0.05% 标普版下跌了7点 跌幅为0.14% 从各个板块上看 近日只有三个板块上涨 其余板块下跌 在上涨板块中 受到疫苗股和生物科技股的提振 健康医疗板块领涨 涨幅为1.04% 其次是科技和通讯交流板块 涨幅分别为0.1%和0.02% 在下跌板块中 工业板块另跌 跌幅为1.15% 其次是材料和消费者必需品板块 跌幅分别为0.99%和0.73% 第一条新闻 高盛预测今年加息4次 市场再次经历恐慌 在上周三 美联储发布了12月立会纪要后 各大投行机构也相应地调整了 对今年美联储动向的预期 在这些机构中 高盛报告里的观点最为硬派 给出了美联储会加息4次的预测 这引发了市场的恐慌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高盛具体的观点 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 杨·亥兹斯在周日 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他认为美联储 除了会如市场预期的那样 在今年3月、6月、9月 分别加息一次 还会在今年年底 再加息第4次 同时他认为 美联储的缩表开始时间 很可能会提前至今年7月 而非此前预测的12月 亥兹斯之所以这样预测 是因为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是刚刚发布的 美国就业报告数据 数据显示 美国上个月的失业率 仅为3.9% 这说明 劳动力市场 已经接近饱和的状态 这种情况 一方面降低了 美联储对于就业的担忧 另一方面 则加剧了美联储 对于通胀的关注 第二点原因 是当美联储谈到缩表时 措辞非常的强硬 例会记要中写道 在缩表上 美联储会有比之前预期的 更为强烈的紧迫感 这句话任海茨斯认为 美联储可能会提前 开始缩表的行动 最后一点是 高盛认为 高通胀的情况 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年底 在这个假设上 高盛认为 美联储已经无法 仅通过加息来降低通胀了 因此 高盛认为 美联储会采取 双管旗下的政策 也就是 在加息上 再加上缩表的组合 来解决这个问题 高盛如此鹰派的预测 再加上周三 即将公布的CPI数据 无疑是让市场 又开始无所适从 今早 利率敏感的纳指 跌幅一度达到了2.4% 彭博的报道也表示 有多个对冲基金 在最近已经出手了 大量高估值的成长股 并且购入了 估值较低的价值股 价值因此ETF VTV的价格 也来到了 近一年多以来的新高 在所有价值股里 银行板块 格外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据统计 自今年开年起 每股ETF流入资金 总计约99亿美元 其中的38% 约38亿美元 流向了包括 XLF在内的 银行板块的ETF 对此 BNP财富管理的 首席投资官 AdMachin的解读是 长期利率走高 会立刻利好 依靠利率差来盈利的 银行板块 另外 银行板块整体 还有健康的负债表 经济增长的红利 以及股息和股票回购 等多个优点 这也使得他们 受到了更多 投资者的关注 美特军认为 高盛的预测 不无道理 目前 作为引发通胀的 头号大敌 供应链的问题 愈演愈烈 再加上 中国封城的管控措施 仔细比伏 短期内 供应链紧张的态势 很难缓解 然而 需求端的热情 却并没有 丝毫衰退的迹象 这导致通胀的压力 在持续地增加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情况 远比半年前 通胀刚开始发酵时 要严重得多 美联储也极有可能 因此做出 更为鹰派的应对举措 不过 高盛的预测 不免让人觉得 有些过于激进了 这比美联储 当前给出的预期 还要更进一步 我认为 咱们投资者 需要认真对待 货币环境收紧这个趋势 但也大可不必 听风就是雨 鲍威尔将在本周二 参加国会的入职听证 届时会有更加清晰的 预期给我们参考 这里做个预告 本周末 我会在主频道 每头讲每股中 给大家带来 2022年的投资布局 届时 我会详细分析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对市场的影响 敬请期待 第二条新闻 零售业遭受 Omicron中击 Lululemon带头发出预警 今早 Lululemon发布消息称 因为Omicron病毒 公司本季度的营收 可能会遭受影响 消息发布后 Lululemon的股价 一度打跌8.9% 要知道 Lululemon不是第一个 宣布类似消息的 零售公司 近期类似的消息 此起彼伏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Omicron对于零售业 整体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 今天Lululemon的声明 Lululemon的CEO Kelvin McDonnell表示 虽然公司销售额 在去年第四季度的 开头表现强劲 但随着Omicron的传播 公司不得不面临 实体点限流 员工人手不足 减少营业时间 和营业地点等问题 这些因素 让Lululemon预计 公司的第四季度营收 将会处于 此前财报指引的底部 Lululemon上次给出的 营收指引范围为 21.25到21.65亿美元 贪博后的 每股盈利为 3.24到3.31美元 而分析师的预期 则为21.7亿美元的 季度营收 和3.34美元的 季度每股盈利 可见 Lululemon大概率 无法达到 分析师的预期了 对于本次 Lululemon的预警 机构 Steve Ford分析师 Jim Duffy表示 Lululemon 已经是零售商里 应对供应链问题 应对的较好的公司了 如果Omicron 给Lululemon 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 也必然会影响到 其他零售公司 确实 很多实体零售公司 都在近期表示 受到了Omicron的 负面影响 比如 Meme Stock Bass & Body Works 在上周发布声明称 圣诞节销售 低于公司之前的预期 再比如 百货商店 Mesis 在上周决定 把全国商店 一月整月的 营业时间缩短 类似的 其他决定 减少营业时间 或营业地点的 零售商还包括 沃尔玛 Walgreens 耐克 GAP 星巴克 和Chifole等 Meteorgy认为 从现有的数据上看 近期的零售业 的确不容乐观 一是因为 Omicron 给很多零售商 造成了线下人手不足的情况 二是因为 Omicron 还会打击消费者 去电力消费的热情 所以 零售业整体而言 都会在近期 承受压力 但是 这也不意味着 这其中就没有机会 相比而言 我会更看好 其中的三类零售公司 第一种 是线上业务 发展较好的公司 这让公司 能够减少 线下劳动力 短缺的压力 第二种 是有较强 溢价能力的公司 这其中的包括 部分超市 和出售价格 不敏感商品的品牌 比如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LVMH 第三种 则是货品 较为标准化的公司 比如电子产品 具体表现在 大多数消费者 都不介意在网上 去购买电子产品 但却更愿意 去店里去试衣服 不过 从长期来看 消费的动能 依然非常强劲 短期的疫情波动后 零售业有望继续复苏 第三条新闻 Moderna疫苗出了一号 股价大涨9% 在今早召开的 今年规模最大的 医疗行业会议上 一则消息 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在会议上 Moderna的CEO Stefan Bansal 发布了多个重要信息 让公司股价 在今日大涨了9.28% Moderna也在今日 领跑了标普500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 看一下具体的消息 首先是投资者 最关心的疫苗销售情况 原本Moderna 预计2021年的 疫苗交付总数 在7到8亿只 而2022年的 总订单额 为170亿美元 但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2021年 Moderna一共交付了 8.07亿剂新冠疫苗 总销售额 约为175亿美元 在2022年 公司已经收到了 185亿美元的 确认订单 顾客表示 有可能会多订 35亿美元的额外疫苗 可见这笔公司 去年11月给出的 销售数据 要好了不少 第二点 是公司的财务情况 Bancel在会议中 强调了Moderna 账上的 170亿的现金储备 这意味着 公司在未来 都不会再受困于 现金流的问题了 第三点 是关于公司的 未来规划 Moderna 现在的首要战略目标 是研发出一个 综合性的 呼吸疾病疫苗 这种疫苗 将能够抵抗 包括流感 新冠等多种 呼吸道的流行疾病 他们想要以此 来帮助预防 未来新冠疫苗 需求降低的风险 虽然目前 第一阶段的 实验数据并不理想 但一针 抗多病的效果 还是让Bancel 对于公司 未来疫苗的 销售需求 充满信心 虽然近日 市场对于 Moderna的热情高涨 但很多分析师 都表达了 谨慎的投资情绪 机构 Jeffreys的分析师认为 在2020年 和2021年的 狂热过后 很多投资者 对于疫苗股的关注 都会有所下降 在这其中 Moderna将近 1000亿的市值 最为让他担忧 美国银行的分析师 也同样担忧Moderna 他认为 和打疫苗相比 Pfizer的口服药 会更加方便 因此 他认为 Pfizer可能会在未来 受到更多市场的欢迎 美特军认为 在疫情 已经步入第三年之际 对于Moderna 这样的疫情受益股 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 疫情还能持续多久 如果我们预测错误 是否能够承受 所带来的损失 从目前的市场反应上来看 所有的疫情受益股 最终都无法摆脱 后疫情时代 增速放缓宿命 只不过是有早有晚 有轻有重而已 Moderna 绝对算是 疫情受益股里的佼佼者 但能够持续多久 我自己也不清楚 美特军自知 缺乏医药方面的专业知识 也不具备 预测疫情发展的能力 所以我会更偏向于 去赚我认知范围内的钱 对于Moderna这样 产品线单一的股票 我个人并不会选择投资 最后 美特军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关注 本周的几个重要的 宏观事件和财报的发布 宏观事件方面 鲍威尔将会在明日 参加提名确认听证会 到时候 他可能会接受国会 关于货币政策 和应对加息的口问 周三将会公布 美国12月份的通胀指数 经济学家预测 在食品价格涨价程度 有所放缓后 12月的CPI同比增速 约为1.6% 会低于11月的2.3% 最后 市场将会在周五 得知12月的 美国零售销售数据 和消费者信心指数 在财报方面 最受投资者关注的公司 包括周四盘前的TSM 周四盘后的Delta Airlines 以及周五盘前的 JPMorgan Chase BlackRock Wells Fargo 和City Group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各位看官觉得 我做的还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持续输出不易 美头军需要你们的支持 不想错过未来更新的看官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 你就不会错过任何 值得关注的市场大事了 谢谢各位 咱们周三见 如果你喜欢美头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